中俄海上联合编队当地时间10月23号下午在东海东部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双方舰艇编队经过为期7天的联合巡航后按计划分航 中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 此次联合巡航具有怎样的宣誓意义和现实意义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由独家观察 民进党上台后一直搞所谓转型正义清算国民党 如今这把火烧到了自家人 先是民进党集民代黄国书被爆出 在所谓野百合学运期间担任情治单位的县民 接着民进党创党主席江鹏坚也被爆曾是卧底 两任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和谢长廷因此公开互呛 令风暴愈演愈烈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看民进党内滚雪求是的县民风暴 鼓吹所谓台独的台湾激进民代陈伯伟23号被成功罢免 国民党将其定调为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投票 但蔡英文不以为意还为陈伯伟打气 民进党倾全党之力动员庞大资源护航陈伯伟为何还落败 朱立伦喊出下一个要被罢免的就是无党积民代林长佐 还要全力拉抬年底所谓四大公投 如何解读朱立伦这一连串动作 两岸时事评论员谢南 王峰 郑又平为您全面分析 海峡新感谢两岸看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陈恒南 我们首先来关注 中俄海上联合编队当地时间23号下午 在东海东部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双方舰艇编队经过为期7天的联合巡航后 按计划分航 中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圆满结束 中国国防部23号发布消息称 10月17号到23号 中俄两国海军位于西太平洋相关海域 组织实施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双方共派出10艘舰艇 搭载6架舰载直升机 组成联合编队 在日本海 西太平洋 东海海域 展开联合巡航 并组织联合航度 联合机动 实际使用武器等科目演练 巡航期间 联合编队严格遵守 国际法有关规定 未进入其他国家领海 国防部表示 此次海上联合巡航 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升双方联合行动能力 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战略稳定 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 不针对第三方 经过演习和巡航 使得我们对中俄双方今后加深军事合作 保卫地区安全和海上安全 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有了更深刻的合作空间 据了解 此次参与中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的舰艇 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南昌号导弹驱逐舰 052D型昆明号导弹驱逐舰 054A型冰州号柳州号导弹护卫舰 和东平湖号综合补给舰 俄海军1155型大型反船舰 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特里夫茨海军上将号 1914.1型电子侦察船克雷洛夫元帅号 20380型轻型部位舰响亮号 及俄联邦英雄阿尔达齐登扎波夫号 此前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曾于当地时间21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凌晨4点海上刺卫队发现中俄海军舰体监队 通过伊豆诸岛中 须美兽岛与鸟岛之间的海域向西航行 综合日本防卫省发布的信息来看 10月11号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并从14号起 与俄罗斯海军在彼得大地湾附近 举行联合海上演习 18号 中俄舰艇组成联合编队通过日本北海道 与本州岛之间的金青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随后沿着日本本州岛东海岸南下穿越大雨海峡后 抵达东海海域相当于绕行日本一周 围绕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联系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你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我们首先想请教您的是 中俄两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组织实施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具有怎样的宣誓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在这一次联合巡航过程中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机几乎是一路半飞 还派出了多型的舰艇跟踪编队收集情报 日本方面对于中俄海军的此次联合巡航 又为何如此的紧张和关注呢 请教您 确实近一时期 中俄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互动是格外受到关注 不管是此前进行的联合演练 还是进行的联合巡航 都释放出了非常深刻的意味 首先从双方的战略合作的角度来说 通过此次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 中俄之间是进一步的加强了互信 同时也在进一步的夯实 双方之间建立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那从具体的细节设置来说 此前呢在进行演练的时候 中俄此前并没有进行军队的集结和相应的准备 那这就有一定的实战的意味 而在演练之后直接进入到巡航的状态 更说明一气呵成 而这样的一种设置 以及那双方所完成的行动 其实表明的是 在未来应对地区安全问题上 中俄都是有准备的 同时是在联合应对的 至于日本为什么如此关注中俄双方的行动 首先呢应该说 日本的全程围观 体现出的是日本希望更多的了解 中俄之间联合军事行动 所透露出的一些细节 尽可能在进行信息和情报方面的收集 希望呢所谓的知己知彼 而另外呢也可以看出的是 近一时期 日本在自己的对外政策调整的过程当中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 领土主权争议问题 近期呢是困扰日本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与中国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还是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的问题上 日本呢似乎都有更多的负面的动向 但是呢在进行所谓的主权声索的过程当中 却遭遇到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这使日方变得格外的焦虑 目前呢在日本看来 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似乎是日本在进行思考的一个选项 未来呢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 包括军事上的方式来进行配合 那么面对中俄的联合的军事行动 日本呢也就因此感觉到了压力 日本呢把自己框在了自己设定的议程当中 而同时呢随着美国推动印太战略 日本要扮演美国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地区安全方面 为美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针对中国针对俄罗斯 必然有更多的恶意和猜忌 所以呢针对中国的行动 日本表现出的这种不淡定 其实也可以看出的是 近一时期日本政策调整的一种总体的动向 当然呢日方呢在这样的一种围观的过程当中 最直接的也是试图在找茬 如果呢中俄的演练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肯定日方会极力放大 而另外呢如果中俄在通过一些海峡的时候 动作有所谓的不专业 日本肯定也不会放过 所以呢从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向中 我们可以读出很多的耐人寻味的一些信息和因素 好感谢苏女士您的分析与点评 我们稍后就其他话题再向您做请教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近日中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 在广州南沙列边加入中国海事执法序列 标志着中国目前吨位最大 装备先进综合能力强 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公务执法船 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中国海事系统首艘万吨级深远海综合指挥舰 海巡09轮具备高海框下的跨海区安全巡航 及应急搜救能力 可实现空海一体综合执法和全球巡航救援 将成为中国海上重要的巡航执法 应急协调指挥 海上防污染指挥动态执法平台 海巡09轮外形威严挺拔刚进 船身线条简洁流畅 整体造型错落有致 层次感强 海巡09轮纵长165米 行宽20.6米 行深9.5米 满载排水量1.3万吨 能在9级海矿 普世12级风力条件下安全航行 据了解 该轮于2019年5月开工建造 配置智能机舱系统 智能执法水炮系统 救助艇 光电跟踪取证系统等 可搭载多型直升机 建有先进的海上数据中心 可以通过包括北斗在内的多套卫星系统 实现全球联网 并建立编队自足网 数字集群 具有动态感知 监测预警 信息处理 综合指挥 海事监管等能力 可对预险船舶 实施风舱 堵漏 排水等专业救助 对预险受伤人员 进行简易药物 器械和手术治疗等 我们再来关注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与台湾所谓驻美代表处 22号举行国际组织工作视频会议 讨论支持台湾所谓有意参与联合国 美国国务院23号发布新闻稿表示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所谓驻美代表处 22号召集台美高阶官员 举行国际组织工作视频会议 讨论扩大所谓台湾参与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议题 会议讨论重点在所谓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并提供专业知识 以因应全球挑战 包括全球公共卫生 环境与气候变迁 发展援助 技术标准与经济合作 美方与会官员重申 美国对所谓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承诺 并讨论如何凸显台湾在广泛议题中提供协作的能力 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外交部及国台办早有回应 外交部曾指出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 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曾表示 我们多次表明立场 即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通过两岸协商 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修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围绕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谢先生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我们注意到 美国国务院23号放出消息称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所谓驻美代表处 前一天开会了 这内容还是敏感的所谓支持台湾 有意参与联合国 在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50周年之际 做这样的举动 我们想请教您的分析 那么在我看来美台之间继续这样的会议 那么我觉得它有几成目的 那么第一个目的 我们必须要指出这样的一种行为 其实反映出了今天美国内部相当一部分人 尤其是它的内部的保守反对人士 对中国大陆的这种仇视 他们希望在这个领域继续打出台湾牌 在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问题上 尤其是它的所谓的国际组织参与问题上 持续给我们制造难题 为我们添堵 引发我们的强大的所谓的消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以认为 在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不断的去花样翻新的 去打这样台湾牌 其次我们要指出 对于美方而言 他觉得他以这样的一个举动 其实是向台湾示好 是在为台湾内部的某些人 释放出美国支持台湾的信号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前一段时间 中美的这种会谈 引发了台湾内部相当多人的紧张 他们会很多人认为 中美关系的这种转暖相好的迹象 会不会引发 美国对台湾支持力度的减弱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0月份以来 美方连续向台湾表达出强烈的 所谓的力挺的信号 那么这一次美台就台湾的 所谓的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 进行专门的会议 其实也是美国内部 向台湾释放出支持信号 表示美方仍然在台湾 极其关切的国际组织参与问题上 表达出对台湾的力挺的态度 其三我们也要指出 对于今天的参与文当局而言 他一直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拓展所谓的国际活动空间 作为自己施政的一个重点 那么当他与美国举行相应的会议 获得了美国的背书之后 他就可以很好的对内进行相应的宣传 因为我们要指出 今天参与文当局的执政满意度 其实呈现出一种不断下滑的态势 而陈伯韦的被罢免 更使得参与文当局 遭到了巨大的民怨的攻击 在这样的一种比较艰困的情况之下 台美之间能够举行这样的会议 对于参与文当局而言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她可以趁势进行大肆的宣传 反复向自己的深绿的基本盘 包括台湾的民众表达 美国在很多方面 其实给予了台湾相当大的支持 这就为今年年底的 所谓的四项公投当中的 反美诸公投 进行一个很好的攻击 试图以美国支持台湾为由 降低台湾民众对反对美族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支持力度 那么我们必须要指出 美台的这样的一种 实质勾连的行为 其实是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 红线的严重的冲击和愉悦 必然会引发两岸关系的持续的紧张 也会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面临更大的波折和更多的风险 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向美方 清晰准确的传达出 我们的相应的政策立项 必须要严正指出 如果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出现了更大的波折 更大的风险的话 责任完全在美方和蔡英文当局 好 感谢谢先生您的分析点评 我们稍后就其他话题 再和您展开讨论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所谓台湾激进民意代表 陈柏维罢免案23号通过 国民党将罢免案定调为 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投票 但蔡英文却不以为意 还在为陈柏维打气 遭到蓝营青年的痛批 说知道很多人投同意罢免票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吗 与此同时 这场罢免案的延长赛已经打响 蓝绿纷纷备战这一席明代补选 台中第二选区 所谓台湾激进民代 陈柏维罢免案投票结果 于23号晚间六点出炉 确定罢免成功 陈柏维当晚发表感言 难掩失落情绪 而另一边 山Q总部则欢天喜地 情绪高昂 两边阵营 两样情 不要以为选上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要以为选上了就可以鱼肉相亲 甚至原本的竞选承诺跳票 反过来还要人民去接受 因为你可能就是下一个陈柏维 陈柏维确定遭罢免后 蔡英文选及透过脸书表示 他已跟陈柏维通话为他打气 面对这样的困难 陈柏维努力到最后一刻值得肯定 希望他未来继续加油 为台湾打拼 对于蔡英文的言论 国民党青年团前团长田方伦直言 自己能理解蔡英文内心偏好陈柏维 但也要提醒蔡英文 知不知道很多人投票赞成 罢免陈柏维的原因 都是因为蔡英文 民意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如果永远都是搞抗中保台这一套 永远心中只有用意识形态 用政党对立的方式 而没有去思考 立法委员有没有坚定地站在民意这一方 在今天民众用在地的声音 在地的力量去展现出来 我们表达敬意 在整个罢免与反罢免的拉锯过程当中 民进党方面 以及陈柏维本人不断地拿出来 所谓的这种捍卫台湾民主的说辞 企图要刺激抗中保台的这种民粹 再加上他们不断地抹黑造谣 说中国大陆方面呢 有在背后操盘 企图要推倒陈柏维 像这样子的说辞到最终 完全无法发生任何的效应 很简单 这就是因为台湾的民众 显然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台湾的民众对于民进党 或者是绿营独派 过度地操弄民粹 一切都抹红抹黑 成中国大陆的阴谋 变成是国民党的这种阴谋 这个民众显然已经完全不能够接受了 那么这样子的操弄结果造成了如此的反弹 也是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呢 对于陈柏维这一次的罢免案 其实大家都认为是蔡英文 以及民进党方面的重大挫败 也有人解读这是对民进党的一次不信任的案的投票 依台湾所谓选罢法相关规定 陈柏维罢免案通过后 台选务机构将在七天内公告 公告后三个月要补选 而公告当天陈柏维就要解职 参选人得涉及台中四个月以上 预计明年一二月举行民贷补选 预期该选战将牵动2022甚至是2024选局 目前中国国民党确定派人参战 谁批战袍角逐成为焦点 今天完成罢免之后 一切依照选委会规划的时程 我们会尊重在地的民意 来推出最适当的候选人 其他政党方面 台湾民众党表示不排除参选 有待讨论后定夺 台湾激进则喊出这次不选不缺席 各党目前只剩下六天做出最后的决定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陈柏维罢免案通过后 让国民党方面的士气大震 党主席朱立伦也马上喊出 要全力来拼12月18号的所谓四大公投 这样的举动似乎也让民进党方面更加紧张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就放话 要带官员来下乡说明政策 拉近于民众之间的距离 那么有台湾媒体就指出 年底的所谓公投案将成为蓝绿的旧一主战场 国民党要面对的是四项公投 这四项公投我们会全力以赴 我们会一步一脚印的 让台湾的民众了解 今天对于执政党长期执政不利 马上就喊出要全力拼所谓公投 希望接去罢免热度带动所谓公投 甚至将罢免无党籍民代林长佐 以及接下来的台中补选榜一起 激出选举热度提升投票率 公民团体的罢免有的是公职的补选 有的是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 国民党针对每一项投票有共同的基调 就是一定要跟民众站在一起 国民党进一步将所谓公投解读为 对民进党当局苏贞昌行政团队的 不信任投票 面对蓝营信心爆棚 民进党也开始紧绷神经 我在防疫情形许可下 会带行政团队向报告 政府在为你做什么 也希望公投就事论事 我们现在更要积极的针对政策去做说明 为什么要让人民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有台湾媒体分析 陈伯伟罢免案过关 朱立伦获得重掌国民党后的首场胜利 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 他得票率并没有过半 所以他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党主席 那陈伯伟罢免掉之后来讲话 对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政治威望 或者是政治能量的回冲 都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注意 那我们当然知道蓝营也点名说下一个就会指向我们这边 随着陈伯伟被成功罢免 朱立伦顺势喊出下一个要被罢免的就是五党籍民代林长佐 接下来国民党还要全力拉抬年底的所谓四大公投 紧抓政治议题冲刺国民党声量 有台湾媒体分析指出 未来蓝绿主力对决将是年底所谓四大公投 有别于陈伯伟仅是民进党有党身份 所谓四大公投通过 形同否决施政团队施政 更是牵动明年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将审慎面对 朱立伦先生他在上任之后 他打了很漂亮的第一仗 就是把陈伯伟罢掉 紧接着如果他能够很顺利的把林长佐也罢掉 然后年底的四大公投案 不要说四个都过关 四个能够过关三个 我想对于朱立伦个人 对于国民党都可以说是身微大政 这个身微大政我个人觉得不是说朱立伦他自己的身微大政 也不是国民党的身微大政 而是对于执政者倒行逆施 五年多六年的时间 那台湾老百姓积怨已深 就以这一次陈伯伟罢免成功 我认为有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是因为疫苗政策 疫情危机 所造成的老百姓心中的积怨 虽然很多的朋友说 才赢四五千票 五千票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赢的不够多 也不算什么大赢 可是不管是大赢还是小赢 基本上这个赢代表了什么呢 罢免代表了什么呢 罢免就是代表并不见得一定是讨厌陈伯伟个人 而是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 那所以朱立伦他自己要造这样的身世 也当然可以趁机而起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必须大功致政 这个时候不但是要造自己的身世 更重要的是要造在野势力的身世 能够把在野势力凝固团结在一起 让在野声音非常的大 在野的能量极大化 朱立伦现在的任务是要让在野的声音 声量能量极大化 如果在野的势力 国民党的势力大了 声音大了 他自己也声音大了 他也有可能成为2024年代表国民党 角逐大位的人 所以我认为必须先成就大我 才会有小我的存在 围绕相关话题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谢先生我们要和您共同探讨相关的话题 我们知道陈伯伟23号被成功罢免 成为台湾地区史上第一个通过罢免案的 立法机构民意代表 那么此前民进党是倾全党之力 动员庞大资源来护航陈伯伟 为什么最终还是落败了 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问题呢 您的观点 那么说句实在话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被罢免 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一个小气候和大气候 叠加影响的一个产物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讲 陈伯伟为什么要罢免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如果我们翻开陈伯伟个人的履历和他在台湾的立法机构的表现 我们会发现他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合格 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当选一个现实议员都不合格 更别说他担任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民意代表 更是不合格 因为从个人的素养上看 陈伯伟完全缺乏一个合格的台湾民意代表 因具有的双业的技能 并且从陈伯伟在台湾的立法机构内部的一系列的拙劣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政治小丑 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因此他的被罢免 其实更多的恐怕要说是这个人严重的不合格 是台湾民众 尤其是台中地区的选民 真真正正用自己的选票 表达了对他的厌恶和罢免他的决心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要指出 这一次陈伯伟之所以会被高票罢免 很重要一点 是得益于当前蔡英文当局执政非常糟糕 这样的一个大气候 因为我们必须要指出 自从今年5月份台湾疫情反弹以来 蔡英文当局在抗疫过程当中 一系列荒腔走板的表现 已经引起了台湾各阶层的强烈的不满 尤其是经济纾困的不利 台湾中下层生活的困苦 已经使得台湾的民众 尤其是台湾基层的民众 积累了强烈的民怨 而如果结合陈伯伟对于蔡英文当局执政行为的 强烈的保驾护航 和不惜一切的这种所谓的护短 就会发现 很多民众对陈伯伟的不满 其实反映出的是对蔡英文当局的不满 因此我们要指出 这一次陈伯伟之所以会罢免的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大气候非常糟糕 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当局执政不满的民怨 非常的高 因此当这场选举落幕之后 对于今天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他更需要反思的就是 为什么他力挺的政治人物没有渡过这一劫 为什么他倾注全党资源就这样一个人 却没有拯救成功 这只能说明今天的台湾社会民意如流水 而现在的民意是一股对蔡英文当局执政 强烈不满的民意 因此对于今天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他如果要想在2022年和2024年的选举当中 输得不那么难看的话 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调整执政方向 通过切实有利的政策 而不是顽固的政治防疫和政治挂帅的政策 重新获得民意的支持 否则我们必须要指出 未来的蔡英文当局 未来的民进党 可在未来可能会收到更大的失败 好 感谢谢先生您的观点和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将为您带来的是本周的台湾大话网板块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民进党内滚雪求是的宪明风暴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克南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民进党上台后一直搞所谓的转型正义 要清算国民党 如今这把火却烧到了自家人 先是民进党及民代黄古书被爆出 在所谓野百合学运期间担任勤制单位的宪明 接着民进党的创党主席江鹏坚 也被爆出曾是卧底 两任民进党前主席石明德和谢长廷 因此公开呼呛 令风暴愈演愈烈 本周台湾大话网板块就带您来看一看 民进党内滚雪求是的宪明风暴 最先被揪出来的是民进党及民代黄国书 由于绿营内部派系斗争 他日前被爆出曾在台湾戒严时期 担任国民党献民 因此遭新潮流派系出民 黄国书17号凌晨2点在脸书发文承认此事 宣布退出民进党和党团运作 并不再寻求连任民代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因为派系追杀 就断送现任民代政治生命 起飞党义大于民意 黄国书选区的里长 他身边所服务的人 有说黄国书超讨厌 因为他当过廖北亚 我不能让他连任都没有 那请问民进党凭什么让党义大于民意 今天只要你跟派系有干格 有仇怨 跟党内有仇怨 一个立委就叫你下一届不连任了 这到底是什么民主体制 处长会怎么今天会变成是说 一方面是针对国民党 一方面你还拿过来变成自己党内内斗的工具 这个是令大家感到非常匪夷所思的 那你说你要讲和解共生 台湾有人会相信吗 至少我完全不相信 黄国书事件仅过一天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中正就爆料说 某位已辞世的民进党前主席是当时的调查单位 派到党外长青卧底的工作人员 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进一步正直说 这位前主席叫江鹏坚 这样的说法在民进党内投下震撼蛋 时明德更在脸书发文 说当年所谓美利岛事件的15位辩护律师 应该探究的是 这些人谁不是特务 而不是问谁是 此话一出 当年同为该案辩护律师的 现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紧急澄清 我一生坦荡 被受检验可受公平 当年的辩护律师群 其实当时都非常年轻 有家有小 国民党换话说谁敢为叛徒辩护 谁就是叛徒的同路人 市政既在可供检验 似乎害怕被起底 苏贞昌随后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表示 县民也可能是受害者 总体来说 人民包括县民都可能是受害人 而进一步来说 总算有县民 其实也已经是最末端 更可恶 更该被谴责的是 最上位 那个为了权 为了位 用不夸手段 不公不义 来逼迫人民 做自己的那个争权 跟那些掌权者 眼瞅着民进党高层深陷 献民风暴 台行政机构所谓不转会 与苏贞昌口径一致 宣称 真正重要的 不该是揪出献民个案 而是厘清威权时代的全貌 才能避免撤裂舍位 只认出谁不是献民 谁是献民 仿佛完成了转型正义 我们要告诉各位不是的 在整个转型正义里面 档案代表真相 口述历史也代表真相 但是他们都不完整 我们不能够以一个口述历史 就论断 他是有罪还是无罪 民进党前主席 施明德妻子陈家军 24号在脸书 出示江藤坚 归还的资料表示 台所谓促转会 现在掌权了 对施明德的见证的作为 居然用国民党粗暴的证据说的 这些是当任何掌权者 想要掩盖或否认真相时 惯用的手法 香港中评社也刊发评论称 台所谓促转会 对绿营特务案闪烁其词 如何甩开被外界质疑的 绿营东厂说 成为所谓促转会巨大的考验 如果说你们不在乎 那我就问 你们为什么对蒋中正 那个同项这么在乎 那你们为什么对 过去两讲的事情 你们天天计较的 他都已经死了 而且还有贡献 你这种情况 你们不是两道标准吗 对于民进党内 这场愈演愈烈的 宪民风暴 蔡英文也将矛头指向国民党 当民国民党威权执志士 透过怎么样的手段 让一般民众 年轻学子 成为威权控制的协作者 许多民进党的前辈 用生命做主顾 对此民进党矿党元老林郑杰指出 蔡英文是流氓性格固短 也就使得很多事情处理上出现双同标准 如果说标准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是自己人 她其实她算是个女汉子 她对自己人她是很照顾 管你是性侵 什么酒驾 或者是讲错话 或者是做错事情 她对自己人她是原谅的 她这一点跟这个马赢者完全颠倒 蔡英文会不短 她就说她这个都有一点像流氓性格 流氓没有什么好人坏人 没有什么是非标准 你是不是我们自己这边的人 你是不是我们的人 她这个蔡英文这点来讲 她倒是非常典型的这种 有霸气的这种方会型的这种领导人 我们再来关注 24号下午1时11分左右 台湾宜兰发生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为6.3级地震 震源深度60千米 而根据台气象部门报告 发生在台湾宜兰县南澳湘的 这场地震规模为6.5级 为台湾地区今年最强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此次宜兰地震震中位于岛上 距离台北市区61公里 地震造成台湾全岛震感强烈 福建 厦门 福州 泉州 莆田等地震感明显 另据台气象部门地震侧报中心专家介绍 此次地震深度66.8公里 最大震度分布范围广大 震度四级的范围 几乎包括整个台湾北部地区 一分钟之后 紧接着发生规模5.4级余震 这两个地震是同一个地震序列 为引摸带引发 是30年以来 该地区发生的规模最大地震 不过专家也呼吁民众不用担心 因为此次引摸带地震震原深 造成的震度不会有想象中的大 虽然不排除未来三天 会有规模超过4级以上的地震发生 但发生更大地震的概率 其实相当低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海峡新干线 欢迎回来 这也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陈恒南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0月2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日 50年来 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最大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5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始终坚定不移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始终坚定不移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始终坚定不移 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始终坚定不移 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外交部22号发布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展现50年来 中国对联合国各领域工作 做出的突出贡献 就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全球发展 团结抗击疫情等重要国际问题 阐述中方立场和主张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为联合国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 过去几十年间 中国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 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 目前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 提供超过15亿剂新冠疫苗 中国宣布 未来三年内将再提供 30亿美元国际援助 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 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3号在受访时高度赞扬 中国在减贫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感谢中国在制定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 这体现在中国在消除各种形式 和层面的贫困方面 做出坚定批诺 并取得重大进展 古特雷斯称 贫困是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中国在减贫方面 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正通过南南合作 与其他国家分享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阿卜杜拉·沙西德表示 中国在维护联合国作用 和以实际行动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方面 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沙西德说 多边主义是应对 全球威胁与挑战的唯一出路 单边主义在世界上没有市场 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 都一再表明 只有加强多边主义 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 这个多边机构 加强法律和秩序 加强支持多边主义的 其他框架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在这方面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海峡新干线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 东南卫视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 我们要和您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 外交部发布了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 在当前背景下 这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为实现联合国理想 中国将如何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呢 我们请教您 首先通过这个文件的发表 我们可以读出非常深层次的意味 联合国仍然是具有非常重要权威性的 多边国际平台 但是联合国的发展 也仍然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站在这个节点上 通过发布文件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总结经验和教训 为未来联合国的发展 提出更加有建设性的积极的意见 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考虑 而另外呢 中国在过去的50年当中 也在观察自己的变化 尤其是自己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变化 自己和广大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 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正在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始终坚持 联合国要发挥核心作用 要在联合国的平台上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避免个别国家 肆意的发起一些挑衅性的行动 对国际安全稳定繁荣发展 构成更加负面的影响 所以当今中国看到 未来在联合国的平台上 作为大国 中国希望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不但要维护国际秩序 提供公共产品 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 促进各国之间互利共赢 同样的针对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 中国将继续秉持公平正义 发出正义的声音 而另外中国也看到 当今世界有一股逆流 那就是在中国和其他国家 正在努力的维护多边主义的时候 有一些国家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 在破坏多边主义 尤其是近几年我们看到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 动辄以单边主义来取代多边主义 对联合国构成的冲击 尤其是此前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肆意毁约退群 对于国际秩序造成的 深远的负面的影响 都是现在国际社会 必须要应对的 也是美国必须要进行改错 和未来要负起更加有效的责任的 而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包括在抗疫 经济重启 以及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等方面 仍然有很多的无力感 所以中国也希望通过发布文件的方式 来强调未来各国努力的方向 真正能够凝聚共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 感谢苏女士给出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飞行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国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